还受困在车内 警消释出动了破坏器材 以及多名的警消人员到场来抢救 这起以外是发生在下午一点多的地点 就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 当时这辆水泳车是行进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时候 行进市大陆的杂道的时候的一个转弯的地方 突然间就撞上了杂道的围墙导致翻覆 而高尔桥的这个墙面也因为巨大的撞击力 而有碎石的掉落 而当时下方刚好有轿车正在行进 掉下来的石块也当场砸毁了两辆轿车 不过幸好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不过由于这名驾驶现在还是卡在车子里头 因此警消人已经加派多名的人力 前往到现场来抢救真正的造势言语 警方还在调查 我们下期待着 一定比较空气 我们下期待着 三三八三的目的是 长期的超级 最后一的变化 中国人们的全面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